弟子是一位出家女众,菲律宾的一家寺院,请我在其香港的别院当负责人。 在这个专修净土的小福堂里,大家都很尊重我,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我做上位,弟子生怕自己富得不够,请问应怎么办? 那上位空的就可以了,做偏一点也可以,但是你既然负责一个道场,这个道场是净土道场,那你就要好好带领大众念佛,听经。 为什么现在念佛要听经?他不听经呢,他就胡思乱想。 所以听经就非常重要。如果想道场大众真正有成就,那你就要劝道大家,先自己带头做,落实三教的梗。 这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,我们历代,不管是哪一个宗派,我们的祖师通通都是这样学的。 那净土中的祖师通通都是这样学的。 那净土中的祖师,你更容易看出,廉池大师在全集里面,他有功过歌。 功过歌在民心甚极一时,无论出家在家了,都用这个来忏悔,来改过自信。 而主要的内容呢,就是感应片。 所以原料凡呢,就是以这个功过歌来改过的,来断卧修善。 那佛门里面,还是以这个为基础,以这个感应片为基础,加了一些经典上的教会。 那这个我们在廉池大师全集里面看到。 所以这三个根呢,确实是有必要的。 一定要从根本修起,才真正能自读读它。